朋友们好 给你10亿个脑洞 也绝对意想不到 世界上第5个登月国家的着陆器 竟然是一种极为特殊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方式登录的 更令人惊叹的是 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着陆器还是释放了两个小机器人 开始正常的旅行任务 同时拍下了自己尴尬的一幕 1月20日凌晨 日本小型月球探测器 又名月球狙击手的机器人 在经历四个半月的长途跋涉后 终于成功登陆月球 成为继苏美中印后 第5个将航天器软着陆在月球上的国家 然而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 电池电量怎么直线下降 这意味着电池根本就没有得到补充 好在两个小机器人 已经从着陆器上正常释放出来了 科学家们一边紧张的寻找电池 不充电的原因 一边操作两个机器人执行既定任务 看看他们能不能拍到着陆器是怎么回事 通过摇测传绘的数据 科学家们得到的唯一信息是 着陆器的太阳能电池板面向西方 这让它无法接受阳光 但这又给了科学家们一个希望 因为随着太阳在月球上空的移动 阳光是最终可能照到太阳能电池板的 从而为它补充电量 但月球上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28天 阳光要从西面照到太阳能电池板 需要等待漫长的时间 科学家们不得不在着陆器电量 只剩12%的时候关闭了它 看看后面还能不能冲上电 好在小机器人L1V1漫游车 也配备了通讯系统 可以和地球直接联系 它可以在月面跳跃行径 并拍摄周围的低分辨率照片 L1V1最终在数天内拍摄了257张照片 并传回地球 可以让他们将照片拼接在一起后 终于发现了一个让他们瞠目结舌 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 着陆器竟然是大头朝下 四脚朝天着陆的 怪不得太阳能电池板接收不到阳光 以前所有人猜测的 最多就是着陆器倾倒了 这可能是太空探索史上 最奇葩的软着陆方式了吧 科学家们检查数据后发现 可能是在离月面还有50米时 一个主力推进器喷嘴异常关机 导致着陆器姿态失控 最终一头摘向了月面 不过月球狙击手还是创造了几个记录 除了是全球第五本世纪中印之后第三个登陆月球的国家外 它还是最精确着陆的探测器 位置误差离预定仅55米 证明这次开发的精确着陆技术极为成功 由于月球上没有GPS 此前登陆的探测器包括阿波罗飞船 都只能在月面大致区域着陆 甚至误差几公里 也就是说在能着陆的地方着陆 而月球狙击手是要在想着陆的地方着陆 为此它采用了月面识别技术 通过下降过程中不断拍摄照片 和此前月球轨道器获得的数据对比 来调整着陆方向 希望实现100米以内的高精度着陆 显然这个最大的目标已经顺利达成 而且是在一个主力推进器失效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了 另外L1V1、L1V2一起成为日本首个月球漫游机器人 L1V1以跳跃方式行进 L1V2则以变形方式前进 可谓脑洞大开 由于L1V1可以和地球直接通信 它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小最轻 但距离最长的直接数据传输案例 38万公里 那么这几个小机器人未来命运是什么呢 L1V1的电量已经耗尽 目前处于待机状态 科学家们仍在监听它的信号 等待太阳出来后充电 L1V2的状态目前尚不明朗 因为它是靠L1V1来通信的 只有等L1V1苏醒后看能不能联系上 而着陆器科学家们仍然没有放弃 希望它能挨过寒冷的月夜 在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 能够冲上电